当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 请求兽医帮助他生病的狗时 兽医以严厉地拒绝回答 但几天后 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改变了医生对生活的看法 今天是他的生日 巴黎医生一点也不在乎 几周前 他的整个世界已经崩溃了 他没有庆祝的心情 他拒绝了社区 为他举办的庆祝活动的邀请 独自一人躲在公寓里 他只希望这一天尽快结束 但当他听到房子外面有人 在高声呼喊时 他立刻认出了那些话语 人们正在愉快地喊着他的名字 然后请求他出来和他们一起庆祝 巴黎医生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让他一个人呢 他试图躲藏在房子的后面 但他们不断地呼喊 要求他出来 几分钟后 他意识到除非他去迎接他们 否则他们不会离开 当他走向前门时 他对自己说 只是笑一下而已 他试图在脸上挤出一个微笑 但当他打开门时 那个微笑变成了惊恐的凝视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男人和一只狗 那个男人叫弗雷德 他对他微笑 并伸出手握了一握 礼貌地问候 巴黎医生回应了握手 但他知道这不是过去他为客户提供的那种感激的问候 狗威力对他吠叫 弗雷德继续向医生介绍他 看到这一幕 巴黎医生感到眼泪在眼睛里涌动 在弗雷德的身后 还有两打人正在用灿烂的笑容看着他 但兽医无法看向其他地方 只能看着那个带着狗的男人 这对是他作为医生和人类的最大失败的证明 他在他的常规客户面前出丑了吗 巴黎医生想 他的一部分认为这是他应得的 但站在他面前的人却在微笑着 你还记得我们吗 他问 巴黎医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崩溃了 泪水止不住地流淌 弗雷德和威力交换了担忧的眼神 当医生努力控制自己时 沉默片刻后 弗雷德轻轻地把手放在巴黎医生的肩膀上 安慰他说 没事 医生 我们理解 巴黎医生抬起头 眼睛因哭泣而红肿 他点了点头 感谢弗雷德的理解 然而 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原谅自己 几天前 弗雷德来到医院 寻求对他唯一的朋友和伴侣威力的医疗帮助 在访问兽医医院的两天前 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他离家里的无家可归的收容所很远 当大雨倾盆而下时 这让弗雷德感到担忧 因为他在离开那天之前 把他的狗留在了院子外面 威力讨厌被关在庇护所里 而且由于院子被围栏围住 他决定那天不带他去乞讨 与倾盆时 弗雷德感到不安 因为他知道 威力无法自己进入庇护所 白天大门都是锁着的 除非有志愿者碰巧经过 否则没有人会为他打开 他无法想象他最好的朋友 被雨淋湿并感冒 威力是他唯一的家人 他不想让他因为大雨而患上感冒 弗雷德的心 充满了对威力的担忧和关切 那天他走得比平常更远 因为有人告诉他 当地的一家酒吧正在招聘服务员 现在 他要花比平常两倍的时间 才能到达庇护所接他的狗 弗雷德一到院子 他的心急剧跳动 不幸的第一个迹象 是当他喊出他的名字时 却只得到了一声悲伤和哀嚎的回应 而不是平时他回家时 得到的快乐和活力的废生 当他找到威力时 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惊人景象 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威力就在那里 他的毛发湿漉漉的 滴水不止 当他摇动身体 试图摆脱湿润时 他已经被大雨淋湿了 看到威力颤抖的样子 让他难以忍受 他迅速脱下外套 抱起他给他一些温暖 他无法想象他有多冷 威力是一只长毛的狗 他的身上的毛发 无法很好地保暖他 免受寒冷 他迅速打开了庇护所的门 生了一堆火 把他放在旁边取暖 但是最糟糕的事情又发生了 在半夜 尽管房间很暖和 威力开始打喷嚏和咳嗽 当弗雷德过去帮助他时 他眼睛里含着泪水 他担心他可能感冒了 很快 威力的病情开始恶化 整夜他都没有离开他身边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虚弱而生病 第二天早上 威力的状况似乎恶化了 让弗雷德感到恐慌 他不愿意想到 他可能感染了严重的感冒 可能需要医疗治疗 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 把他送到兽医医院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 他的口袋里几乎没有几个便士 而那些便士 需要用来买一天中唯一的一顿热腾腾的饭菜 但看到威力的状况 让他热泪盈眶 他必须做点什么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忍受失去它 所以弗雷德决定把他带到兽医医院 尽管他知道自己负担不起他的费用 他必须做点什么 愿意不择手段 即使意味着向医院的工作人员乞讨 抵达医院后 他等待着自己的机会 当他被叫出去时 这是他第一次遇见巴黎医生 弗雷德立即开始叙述 他与威力的遭遇 以及他似乎患了感冒的情况 他解释说 他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他的医疗费用 但他希望巴黎医生会对他怀有同情心 并治疗他 弗雷德接着解释了 威力对他有多重要 指出他 使他唯一认为是家人的人 并且已经和他在一起多年 失去他将是他世界的终结 他希望不会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 而导致这种情况 令他沮丧的是 巴黎医生似乎对弗雷德的故事不感动 严厉地看着他 表示他必须全额支付 否则他无能为力 诊所不会给无家可归的人打信用卡 绝望充满了弗雷德的心 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选择时 一名保安护送他离开了诊所 有一段时间他只是站在停车场里 思考这是否真的是他与威力有益的终结 然而 命运有其他安排 弗雷德不知道的是 希望正在途中 一个名叫玛丽的护士 在诊所早些时候见过他 匆忙找到了他 走向他 自我介绍并询问他 和巴黎医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弗雷德不知道玛丽是他如此渴望的希望之光 继续叙述他的遭遇 玛丽被深深感动 看到威力发抖和打喷嚏 他知道自己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帮助 玛丽在动物方面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疗工作人员 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激情 此刻他把手放在弗雷德的肩膀上 承诺帮助他 并解释说他也是一名兽医 他正在作为培训的一部分 担任护士的工作 但他完全有资格施行治疗 弗雷德感激涕灵 意识到世界上仍然有着 富有同情心的灵魂 他满怀感激地向他道谢 声音因激动而哽咽 玛丽向他保证 无论代价如何 他们都会尽一切努力拯救威力 他那天已经完成了他的班次 匆忙迁出 陪同弗雷德到他的公寓 在那里他可以用自己的钱 以及他家中拥有的医疗工具和药物 来治疗威力 他必须用他所拥有的一切 来希望威力地康复 机会渺茫 但他会尽力而为 当他们到达家时 威力已经开始恶化 他在挣扎中艰难地呼吸 玛丽立即开始使用 他手头的临时设备进行治疗 而弗雷德则坐在附近 希望威力康复 很容易看出这个无家可归的人 非常关心他的狗 但同样容易看出他虚弱而营养不良 玛丽看到这一幕 心碎了 他默默为男人和狗 准备了一顿温暖的饭菜 等他准备好睡觉时 他邀请弗雷德洗个热水澡 在他的沙发上睡觉 他知道邀请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进入他的房子 并放下警惕是不明智的 但他可以看出弗雷德只关心威力 他的担忧正在逐渐消散 幸运的是 威力慢慢康复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已经不再打喷嚏或发抖 胃口开始增长 现在每次看到弗雷德或玛丽时 他都会高高摇着尾巴 欢快地吠叫 充满了快乐 玛丽和弗雷德成了朋友 他甚至为他安排了一次 在当地一家餐馆的面试 他感激不尽 但他最大的喜悦 莫过于 他的狗已经康复了 就在几天前 他最好的朋友 无法舒适地移动 废觉 甚至不能好好进食 而弗雷德一直渴望看到 他曾经那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狗 他已经习惯了 而现在他充满了 如此多的活力和食欲 摇着尾巴 向玛丽或弗雷德示意 要更多的零食 当弗雷德提出 用他的第一笔工资支付 玛丽的帮助费时 他只是挥了挥手 告诉他把那些钱 用在更有用的事情上 比如房租或杂货费 玛丽的同情心 令人难以置信 与弗雷德向巴黎医生 祈求帮助时所表现出的反应 形成了鲜明对比 老实说 弗雷德对于巴黎医生 当时为何默不关心 他的请求感到担忧 突然 一股愤怒的情绪 开始在他内心膨胀 他想找出 是什么让巴黎医生 在那天对他的情况 默不关心 他等待玛丽下班回家 这样他就可以与他 分享自己的担忧 因为他在医院与他共事 他可能知道 是什么导致巴黎医生 在那天没有感受到同情心 玛丽一到 弗雷德就带着威力去见他 以便他看到他的情况良好 并利用这个机会 分享他的担忧 当玛丽听到 他对巴黎医生的担忧时 他低下了头 弗雷德可以感觉到 事情可能有些不妙 可能发生了 什么不好的事情 玛丽随后解释说 几周前 巴黎医生 还是一个快乐的人 对动物充满爱心 对他们的主人 充满同情心 然而 他的世界 围绕着他的狗 一直转 就在几周前 他的一只哈士奇狗 在他自己的手中去世了 玛丽解释说 这个损失 深深地伤害了 这位兽医的心灵 让他突然 对其他动物 漠不关心 因为他无法 把自己的狗带回来 这件事发生在 他与狗一起散步时 他试图过马路 他没有注意到 一辆快速行驶的车辆 正在接近 但他的狗 却警觉地 察觉到了危险 因为他的忠诚 就在车辆撞击巴黎 之前的几分钟 他迅速跳到了路上 利用自己的体重 将心爱的主人 推出了危险区域 哈士奇 承受了来车的重击 医生被狗的突然推动 吓了一跳 但当他听到突然的撞击声时 他待在原地 转身回头 看到他的狗倒在地上 严重受伤 挣扎着呼吸 布兰迪仍在呼吸着 仍然活着 但勉强 巴黎无法接受 他的狗刚刚救了他的命 却濒临死亡的边缘 他无法忍受失去布兰迪 决心报答狗的行为 也要救他的命 不幸的是 当巴黎医生 把狗带进手术室 试图挽救他的生命时 机器停止了 监测布兰迪的生命体征 他的同事们 目睹了这一情况 并知道这对 他们的医生来说 是一件不容易应对的事情 巴黎无法自持 他的尖叫声 充满了整个医院 他的同事们 不得不抱着他 安慰他 这并不容易 因为他相信他仍然可以帮助 但布兰迪已经离开了 没有任何帮助 可以把他带回来 他已经因为车祸 遭受了致命的伤害 但他的死亡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的忠诚 拯救了他主人的生命 玛丽向弗雷德解释说 事故发生后 巴黎医生不再是他以往的自己 他陷入了悲痛之中 总是责备自己 当天过马路时没有注意 如果他当时注意到 布兰迪还会与他在一起 但已经发生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 巴黎医生正在努力 从这一事件中恢复过来 听完玛丽从玛丽那里 听到的巴黎医生的悲惨经历后 弗雷德现在明白 为什么那天受医拒绝了他 他仍然有些生气 但他决心帮助巴黎医生恢复 他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 他在自己的领域的专业知识 对社区至关重要 弗雷德向玛丽解释了他的意图 玛丽觉得他的想法 正是医生和社区所需要的 如果他保持默不关心 可能会对很多人产生负面影响 就像弗雷德因为被拒绝 给他的狗治疗一样 玛丽和弗雷德制定了一个计划 让巴黎医生后悔自己的行为 但也要超越他对未能拯救自己狗的悲伤 他们决定向报纸求助 让他们撰写关于他在该领域的巨大工作的文章 巴黎医生是社区内备受尊敬和获奖无数的兽医 玛丽和弗雷德认为 提醒他在职业生涯中拯救了多少动物的生命 以及有多少宠物主人是多么感激他 他曾经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微笑 这些人们将帮助他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即使他不能拯救布兰迪 他也是一个英雄 他的狗救了他的命 这是自然的方式 向他传达他的工作是无价的 他们很快发现他的生日就要到了 他们知道这是执行他们计划的完美时机 他对他来说 如此特殊的一天 将是回顾他过去成就的完美时刻 因为社区将举办一场为他举办生日活动 作为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拜访了他过去帮助过的几个家庭 通过治疗他们的宠物告诉他们一个计划 在那里 他们将聚集在一起分享 并叙述他的善行和同情心 以及他是如何度过最困难的时刻 使他们的动物恢复健康的 很快 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在他的生日那天 社区为他组织了一场生日活动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巴黎医生发来一封信 声明他不会参加为他举办的活动 这让决定出席的众多人群感到震惊 然而 弗雷德和玛丽没有退缩 他们反而决定将生日场地移到他的房子外 他们一起高呼他的名字 设置座位和椅子 巴黎医生不得不听从 人们让他出门的请求 走出房子后 他受到小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 并被提供一个座位 巴黎医生却不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日活动 接连不断的 他多年来为人们服务的人们登上凳子 开始叙述他曾经在过去如何帮助他们的故事 分享的故事令人感动 其中一位知情者决定让他的电台报道这一事件 从而向全国各地收听的人分享这些事件的细节 巴黎医生自己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听着他的工作是如何影响到镇上许多人的生活 他为允许自己的悲伤 使他对曾经让他选择兽医这个职业道路的激情 漠不关心感到内疚 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活动 小群众和收听电台的人都被他的感人反应 感动得泪流满面 巴黎医生被社区召集起来 接受了一项奖励 表彰他的善行 在他发表忠心演讲时 他叙述了自己没有拯救自己的狗布兰迪的经历 但然后他解释说 现在被提醒他的工作 已经触及了社区中许多人的生活 他后悔让自己的悲伤占据了上风 他承诺要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他现在明白布兰迪可能救了他的命 所以他可以拯救其他动物的生命 当弗雷德握着巴黎医生的手时 他现在能够看到他真正后悔自己的行为 这位兽医道歉 然后热情地拥抱了他 他的态度明显变得与以前不同 他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新的温暖 他的微笑看起来是真诚的 当他们离开他的房子时 弗雷德低头看着威力 他高兴地摇着尾巴 似乎感到满足 他们一起走出去 踏入阳光 感到心情轻松 对给予巴黎医生第二次机会感到感激 这位富有同情心的兽医 曾经迷失了方向 但通过周围人的善良和毅力 重新找到了方向 多么美好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